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这次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参加这次的保护老师的讲座 也特别需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这次讲座是属于北京大学伯果瑞研究中心的第19次伯果瑞讲座 我这次也是特别荣幸担任这次活动的主持人 有几个原因 首先我自己也是从这出来的 然后我跟保护老师有很多年的友情 而且也不是那种塑料的友情 是真实的深厚的友情 然后第三点我对这个话题也非常感兴趣 当然因为我们知道保护老师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他有很多需要去跟大家沟通或讲座的东西 那么我自己在学生的过程中 也会感觉到现在学生的亲子关系的处理上 家庭原生家庭也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新的挑战 那么就是在这个进行之前呢 我觉得有必要 就是像有一些可能第一次听说 或者第一次了解伯果瑞研究中心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简要介绍一下 一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博果瑞研究中心的一个基本情况 那么这里有主办方给我提供的一些资料 为了准确我还是朗读一下好一点 那么北京大学博果瑞研究中心呢 是于2018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的 然后呢是由博果瑞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共同发起成立的 那么中心致力于汇聚最杰出的中国思想家 共同研究和应对人类面临的变革和挑战 发展并分享他们的新理念 中心研究人员和防卫学者 关注前沿科技与哲学 创意未来 古典智慧与行星治理等议题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博果瑞中心是一个非常具有跨学科和前沿视野的这么一个中心 然后呢 其中呢就是这个跟我们哲学系的远远也很深 因为很多问题虽然说是科技问题或者人文问题 大多数情况之下都会跟我们一些很终极的一些思考 是有关系的 然后我觉得这次讲座这个主题呢 就是科文化世界上的亲子观众人类未来 其实由宝树老师来讲是最合适的人选 因为宝树老师呢 他以前在我们这位系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才子 就是在哲学方面 中西哲学方面的造语都很高 另外呢他对于文学 包括科幻文学的创作 大家也都知道他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是吧 已经是国内最知名的这个科幻作者或作家之一了 那另外呢我刚才也说到了 这些年呢我在跟宝树老师接触的过程中也感觉到他有了孩子之后 他的性情还有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有很多很多的改变 所以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孩子 所以这个说起来有点是个悲伤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 各种生活方式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机会呢 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就像想听听宝树老师讲讲自己的故事 因为自己的故事往往也具有普遍的原因 那么我自己也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 对我的学生们啊 就是包括很多今天听的也是本科生或者是研究生 那么对你们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因为待机的原因啊 现在科技变化的原因呢 对于亲子关系的冲击和改变是很大的 其实呢我这个就占用大家太多时间了 我们宝树老师的这个简介呢 我觉得就不用讲太多了 比如说喜欢哪些书啊什么 这个我觉得大家在网上都可以看到 甚至不用我说你们都比我都更清楚 所以我觉得我就把这些时间呢 就全部交给宝树老师 最后呢我们再说一点就是我们7.20这个讲座 差不多宝树老师会大概高一段了 然后我们会剩下40分钟的时间 那么我们有两个渠道 第一个渠道呢 是通过我们现场的这个同学或老师的这个发言 提问 还有一个渠道呢是通过网上 网上有两个渠道 一个是B站 大家就喜欢乐见的那个平台 可以搜索博物馆什么研究院 那么可以找到这个这个B站的这个账号 然后另外呢就是通过我们微信的一个直播 都可以进行在线的提问 所以我们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次讲座 那么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呢 汇聚起来 选出一些宝树老师比较感兴趣的 或者比较挑战性的问题 到时候由我来向宝树老师提问 好吧 那我就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有请 老师给大家献上今晚的讲座 谢谢雷斯文老师 谢谢雷斯文老师 谢谢雷斯 谢谢雷斯 谢谢 因为我来看一下 为什么你给我也没声音呢 这个太神奇了 谢谢雷斯文 谢谢雷斯文 今天这个 也特别巧 因为本来预定了一位老师 家里有及时来不了 所以请雷斯文来救个场 今天非常荣幸 来到这个北大书店 来进行这样一个 一个代表博古瑞进行这样一个讲座 本来呢我也是非常忐忑的 但我看现场人也不是很多 我就不太忐忑了 就当大家随便聊聊天就好了 我就这样想的 先介绍一下我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大家看得到是 科幻视野下的亲子关系与人类未来 那人类未来 其实刚才这个 斯文也讲了 代表我们博古瑞讲 就是是博古瑞中心 北京大学博古瑞研究中心的一个 研究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方向 就是我们人类的未来 在这样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 东西方交流也好 碰撞也好的时代 地球的未来 人类的未来 行星的未来 何去何从 这样一个题目 那么亲子关系呢 刚才斯文也讲的 就是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题目 我比较感兴趣的有几个点 首先呢 跟斯文讲的私生活方面 的确是我有一个 我个人有一个 在数年之前 有一个女儿诞生了 还有呢 就是几年前我父亲去世了 然后 这个 私人的这种 个人的生活 让我对这个亲子关系 产生了就是很多个人的感悟 也谈不上研究 但是会融入到我的思考 和创造之中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以前的读书的时候 导师 张强龙教授 他是一个非常敏锐 非常 我认为是非常 我那个很 非常敏锐的一个思想家 非常敏锐的一个思想家 那么张老师 他这个晚年的一个研究呢 就是对于家庭 对于校 对于这个 包括亲子关系 对于这个人类的意义的研究 我呢受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想把他这个东西 不知不觉也融入到我自己的 个人的这种思考和创作之中 当然我和张老师的立场 和想法不一定完全一致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关怀 我们对这个 对这个 这个主题的关怀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觉得亲子关系 他可能不是说是 我刚才说我有个孩子 或者我有 我们都有父母 这样一种很私人层面的东西 他其实 当然从 当然应该从这里出发 但同时 他可能也是我们对于未来的设想 对社会对人类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思考的一个 出发点一个基石 因为离开他以后 可能这个社会 这个 我们这个未来 很可能就是灰暗不明的 根本看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 最后讲一下这个科幻视野下 当然因为我是写科幻的 写过编过 正好一个翻译过编过 和写过好几本书 所以我对这个是比较熟悉 但同时来讲 我认为科幻这个东西 他对于博古瑞推进的这个研究 和很多人说感兴趣的 这个所谓未来的这个研究 它是有它的意义 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我就简要讲几点 第一它是一种 能够通过想象的方式 想象出各种千奇百怪的 可能不一定特别现实 但是对我们现在有很 启发意义的未来 打开一个很大的 一个可能性的空间 让我们之间去想象 各种可能性 然后或者我们把这种东西 变成现实有可能 也可能它是一个后院的现实 那么我们去认识它 认识到其中的危险 我们去规避它 所以它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 还有一点呢 就是科幻啊 它无论作为小说也好 作为影视也好 它都是具体的 关于具体的人 人的故事 它不是抽象的一个理论 也不是很非常抽象的 关于一个哲学化的理论 它也不是一个 关于社会的 或者说历史书上那种 比较概括的描述 它是关于具体的人 身上发生的事情 那么我们对未来的思考 它可以以理论的方式呈现 它也可以以小说的方式呈现 因为小说中 不同的立场的人之间的碰撞 他们之间的交流 或者他们之间有很 可能有很多问题 但它这个情节的进展的过程 其实也是不同的这个立场 不同的思想碰撞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像小说三体里面 三体这样一个著名的小说里面 其实它并不是说 一方面坏人一方面好人那么简单 其实你看 这个里面的思想 非常复杂 包括环保问题 包括这个东西方文明 这样一个问题 包括这个文明 它要求生存 它的发展路径 所以很丰富的思想元素 所以我们说 我就试图用科幻这个视野 就Horizon 把它 把我们这个问题 放这个下面去看看 它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启示 那么我想我更多会 借用一些科幻 特别我们中国当代的科幻 这也是我个人比较熟悉的一个领域 科幻的这样一个一些东西 跟大家讲一些故事 聊一些 这样一些科幻中 经常写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我们一起去思考 一起去设想 这样一个亲子关系 和未来的 会是怎样一种方式去呈现 这是我的一个设想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介绍 就刚才斯文也讲了一部分 是的 那么我这个讲座打算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虽然说是 我们要讲科幻视野下 但是我想第一步 我们先不要谈科幻 我们就谈 我们现在目前科学 包括哲学 人类学等等 他们认识到的这个亲子关系 它在人类社会中 人类的演化中 处于怎样一个地位 有怎样的一个意义 然后呢 带着这样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再去看科幻 那两个东西结合起来 我们可能会得出 怎样的一些一些启发 所以我第一个部分 就叫做亲子人类演化中的 这个关键要素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关于人类的演化 就是这个 这当然在座的 有白教师吧 这样的专家 真是有点压力很大 它的这个进化这个过程啊 它是非常复杂的 非常多的因素决定的 那么其中亲子关系 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然后 关于它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我就把这些 进行体验出来 这个以我的理解 加上一些我的理解来讲述 这个首先呢 就是因为一些原因呢 在大于500万年以前 或者更早一点 更晚一点 这个有一些这个 古猿开始直立行走 这个人类进化第一步 这个为什么直立行走呢 也有很多理论 我自己当然不是 主要不是讲这个 这不展开讲 就是说 它会有很多优势 比如说你可以摘到一些 解放双手 摘到一些果子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直立 人直立起来的时候 实际上是比这个 这个四肢行走的时候 要高很多的 可以下退一些野兽 一些掠食动物 同时它那个 晒到的阳光 还会非常的 就会要少晒到一些阳光 便于在野地活动 等等 就很多这样的原因了 但同时它带来 一些很大的弊端 比如说我们经常有 颈椎病了 腰椎病了 其实很可能都是直立行走 这个 人的脊椎 没有完全适应这个过程 然后带来的一些疾病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妇女 她在生产的时候 生孩子的时候 她这个因为她的 质力行动和骨盆就会变小 然后生孩子 会变成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 女人生孩子是鬼门关 这个东西当然我也不是专家 不过我觉得这个 就是大概讲一下 她妇女生育 会有很大的困难 会有很多困难 然后 然后 那么 这就会 人类这个种族的生存 带来一个很大的风险 所以 人类为了克服这样一个风险 它发展出了怎样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 这个婴儿在她 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 还没有长成的时候 头还比较小的时候 先给生出来 生出来以后 我们再要抚养它 慢慢让它长大 然后 那大家知道 其实很多很多哺乳动物 我个人喜欢养宠物 养过小猫小狗 包括仓鼠什么的 它其实生下来以后 很快很快 它就会 能够满地爬了 然后那个 能够跟着它的母亲 有很多很大的活动能力 但大家 人类的婴儿大家知道 这个 可能一个月 头刚刚抬起来一点点 两个月才能做起来 三个月可能 可能爬 有一点活动能力 那直立行走 大概要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差不多 这个 所以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那么 更不用说 即便它还能够这样 蹒跚学步 它真的能够 比较灵活的活动 躲开这种天敌 还有很长的距离 所以 在这个 数年的时间里 孔子说 三年不免于父母之怀 这个是有很深的 生物学的 人类学的依据的 在数年的时间里面 这个 婴儿是需要长期的照顾的 他不可能自己谋生 他也不可能 光靠这个母亲 因为他母亲 他同时 母亲照顾他同时 他还要寻找食物 还要 还要做很多事情 他实际是分身乏素的 所以这就带来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 所以为了照顾婴儿呢 这个和母亲有关的 首先和母亲有关的一些 血缘上的一些近亲啊 包括 母亲的这个亲属 比如说是兄弟 或者说 孩子 舅舅 阿姨等等 就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 于是同时呢 父亲在一定程度上 也起到这个作用 我这个参考一本书 人类的演化 那个 可以没有带了 就是说 继续研究一些林长动物 他们实际上那些小动物 那些小的 也就一些猴子 他们是对父亲 是有一定认知的 不像我们想的那样 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这个是很玄妙的过程 有的研究 但是无论如何人类形成过程中 父亲逐渐起到一定的作用 那么父亲或母亲 或者说 就可以形成一个家庭 那家庭有不同的形式 比如说 有的母亲社会 就是由舅舅照顾得多一点 那也形成一个家庭 那么 还有更加复杂的形式啊 像那个 婴儿的 孩子的 主 应该是外祖父母为主 就是母亲的 母亲的母亲 他也可以参与到 这个过程中来 也可以帮助这个 因为他自己有生产的经验 照顾孩子经验 他也可以帮助这个 他的女儿去照顾他的 我们叫外孙女的 那个时候 可能没有这个叫法 但是总之 他的 他最亲的这个血缘的 后代 所以 也要是他逐渐形成一个家庭 当然 可能不用说 他并不是说 我们到了这个程度上 人类想出这个办法来 而是说 人类中本来就有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萌芽 然后呢 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种群 他这个萌芽发展的多一点 照顾的多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 他的繁衍 他的这个生存能力 就优势强一点 另外一些种群呢 这方面要弱一点 那么他的繁衍呢 他的这个生存的优势 就差一点 通过优势力 他也逐渐的 通过几百万年的时间 然后把这个 几百万年的时间 然后 一步步加强 一步步强化 这样家庭也形成了 同时呢 大家看到这个 人的进化过程 脑容量也是有的 巨大的一个变化的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越来越变聪明 同时 其实这个生孩子也 也可能有越来越多的问题 那孩子也不 也就是越来越多的时间 需要人的照料 所以它是一个 正向的一个反馈的过程 对 然后后来就有一些 因为家庭形成以后 因为很可能 比如说 他的舅舅 孩子舅舅 或者他的阿姨 或者他的祖母 他不会是照顾孩子 对不对 因为他们 事实上是帮他母亲分担 实际上他和他们母亲之间 也形成了联系 那么同时 这些亲属之间呢 父亲和什么 其他的这些亲属之间 他们也会形成这样一个联系 因为他们立即到 为照顾孩子 他们要形成一个共同体 我帮我 我形成他也是 也是也是 某种意义上照顾孩子 所以家庭就逐渐形成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 愈合大推股 这挺有意思 因为前不久 那个电影很有名的 《流浪地球2》 里面里面那个 中国代表周哲直 就讲了这样讲了这样一个话题 说发现一些愈合的人类 早期人类的愈合的推股 代表这些人受到的照顾 那么当时没有展开来讲嘛 但实际上受到照顾 主要就是亲属 特别是对老人的赡养 什么的 因为老人他在这个过程中 引发挥的非常多的作用 他不像某些哺乳动物 大部分哺乳动物那样 那老了以后 他没有生殖能力的 他实际上 他对后面总群的贡献 就是相当于降低为零了 但这个时候 老人可以帮助照顾孩子 他就有他的作用 他有他的作用以后 他也除他的生存的经验 也会逐渐受到 这个整个总群的重视 因此呢 这个 因此大家也会习惯于照顾老人 形成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正反馈的过程 那么这样一个非常复杂 社会网络发展起来以后 人的智力也就水涨船高了 然后这个知识呢 也开始这个 也这个在积累 因为你和 你这个知识需要别人传授给你 那么谁会传授给你呢 那么就是你的亲属 和你建立了越来越多联系以后 他的一个知识就传授给你 当然可能一开始 并不是通过语言的形式 关于语言什么时候进化出来 还有很多的有很多理论 这也没法展开 但我 我记得应该是进化的比较晚 但即便不是通过语言的形式 手把手教你啊 你的母亲外祖母父亲 教你怎么造一个石器 对不对 然后你看了也就学会了 就这样一个过程 当时非常缓慢的 一代两代一百代都看不出来 可能一万年两万年也看不出来 但是过了几十万年以后 几百万年以后 这教育就越来越显著 这个上面其实我觉得 是一个一般的一个介绍 我觉得目前生物学的 人类学里边 基本上来说大差不差 后面呢 是我老师张向龙老师 他自己的一些发挥 但我觉得非常非常有道理 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亲子关系 这个人类逐渐形成一个 非常特殊的和动物不同的 非常长的 这种父母照顾子女的 这样一个亲子关系的形式 人类发展出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时间意识 世代意识 为什么叫时间意识呢 因为我们照顾一个孩子的时候 其实这个事情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所以我必须在某种程度上 我愿意见到 他在三年以后 五年以后会长得比较大 或者十年以后长成一个大孩子 二十年后长成一个 十五年后长成一个 相对于一个成人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和更长远的时间 更深远的未来 更远的未来 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联系 而大家想想看 除了在 除了这个抚育后代这种情况 在一个原始部落里面 你几乎上 不可 完全用不着想到 十五年以后二十年以后的事情 因为这个事儿 其实和你就没什么关系 大家想到 每天找 找到每天的食物就不错了 或者说最多是说 比如说有这个 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看到灾难要躲避 或者有这个性的欲望要去满足 它都是很既视性的 你完全没有想十年以后 当然可能十年以后出现灾害 或者你可能会老掉 但这个事儿你想也没有用 所以但是 在照顾孩子的情况下 多少 很多年以后 这个时间对他就有意义了 所以人的时间意识 当然不是从这时候形成的 可能在 古老部 在动物里面可能就有 但在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 这个时间意识 那么这个时间意识 是和这个世代意识相辅相成的 这个比较长远的时间意识 就是伴随着一代又一代 这样一个人的 这样一个不同的世代的关系 来形成的 所以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亲子关系 它某种意义上是未来的源泉 就是说什么 未来源泉 我们人类它对未来最基本的理解 从他这个 从这个亲子 从远古的时代起 是由被亲子关系 所影响和决定的 因为没有这个关系 我们没有任何必要 整体来讲 没有任何必要去设想 比较长远的未来 一百年以后 两百年以后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现在很多人 给也可能这么想 但是 总的来说 人类它 从远古的时代起 它由于亲子关系 它就会必须要它 慢慢的出一对亲子关系 亲子的这种情感也好 或者我们说羁绊也好 它会要求设想 在遥远未来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未来性 它本身是个亲子性 是有一个 我们可能已经遗忘了的 遥远过去的 这样一个联系的 那么 刚才讲的是 它 我理解的 它的一个发生学上的关系 发生学上的关系 就是说 在可能在几百万年以前 一直几百万年的 这样一个发生的过程 那么 它和现在有什么关系 你可能会问 可能有的人 和现在有什么关系 那确实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尖锐的 一个提问 比如说 可能人类进化一开始 是由某种气候变迁引起 但是这个气候变迁 和现在就没有任何关系 就和我们现在生活 就没什么关系 但是亲子关系 它是已经内在的 成为人类的 社会网络的一个基石 或者一个基础 所以它其实 人类在决定了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不管东方也好 西方也好 各方也好 它都有一种决定性的 一个作用 还起作用 这个作用就是说 比如说家庭的作用 现在虽然说家庭 在很多地方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 但是还会讲到 但是总的来讲 它还是 大体上 还是在起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还在这样一个发生 而且 不仅是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上 它起到一个基石作用 而且在每个人的人格 心理形成的过程中 它必然也起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说到这里 现在毕竟在这个 这样一个新的现代的 现代性的一个时代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出现 这个现在一转型以后 比如大家族开始解体了 生育率下降了 这个非婚的生育 就是这个单亲家庭 或者也会很多 然后 那么一些科技的 什么代孕 基金编辑 到时候还会讲 代沟 养老 很多很多问题都会出现 然后 我们现在就是非常迷茫 我们不知道 下一代会什么样的 然后上一代人 看我们这代人不顺眼 我们看下代人 可能也不顺眼 就是说处于一个迷茫的状态 但是我也想强调一点 就是说 过去并不是伊甸园 就是说 现在这个亲子关系 当然很多问题 但是在过去 不太有久远的过去 其实也有它自己的 更多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没有必要把过去浪漫化 因为我们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随着社会的转型 我们暂时不说进化 确实也解决了很多过去的 非常严重的亲子关系 或者不说解决改进了 那么无论如何 现在这样一些问题 它在科幻作品中 会有一个投射 因为科幻作品毕竟是 我们现在人写的 或者以其他方式 创作出来的 那么它会影响我们 现在的这样一种 它会以某种方式 投射到科幻作品里面 那么通过我们的想象也好 我们投射是把我们现在的 这个焦虑 或者恐惧 或者说一些期待投射进去 同时呢 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种 但是这个投射它不仅仅仅是一种 隐喻 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 只是说是把想象的那些事情 实际上我们还真的要去想象一个未来 因为这个未来对我们还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下面就转入到科幻中的未来亲子关系 那么首先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从一个基石出发 亲子关系的开始开头是什么 那想象就是怀孕生孩子 这样一个生育的 它这样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现在受了很大的挑战 很出现很大问题 当然了我刚才说它其实解决了很多问题 比如刚才说生育的困难 实际上现在这个妇女因为生孩子而死 这种情况就非常少了 那孩子的健康 孩子的婴儿本身存活率也是这个比以前提高了好几倍 这个这个是大家知道常识就不多说了 但是然后呢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生殖的技术 他会一开始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但渐渐变成现实了 我这里分成两类啊 因为一个叫妊娠技术 就是说我们怎么把这个孩子 怎么处理这个他从受精染变成一个婴儿的这个过程 像是人工受精啊代孕啊 人造子光啊 卵子啊等等 他都和以前不一样 都和以前不一样 他就说我们有更多的能力全能 去主动的掌控这样一个过程 掌控这样一个妊娠的过程 那还有一种我叫做基因技术 就是说对这个子弹 孩子 婴儿本身 你进行某种意义上进行创造进行控制 比如说我 我就要造一个克隆人 或者说我对他基因进行某种编辑 我编辑某种成分 或者我剃掉某种成分 然后还有一种叫嵌合体 嵌合体也是其实是这种基因编辑 就是比如说把人和猪的基因啊 这些或者说不同生物的基因编在一起 然后这里其实虽然很多像是科幻 其实我看应该是百分之 除了人造子宫之外啊 百分之九十九都实现了 人造子宫现在确实还是搞不出来 基本都实现了 所以这是一个 这也是个很时代变局 因为在我小时候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 这些都不存在 那我这里也举了一些科幻作品 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关于妊娠技术嘛 像这个 这个第一部就是叫做 戴人怀孕的姑娘 是1985年的一个科幻小说 这个作者 西维朗先生 我 我前一阵文艺 我要编一个作品 即使要联系她千万百计 联系不上 可能已经去世了 他写那个叫戴人怀孕的姑娘 这个是我为什么很 这个作品很感兴趣 因为它是国内第一个 讲戴孕的这样一个 一个作品 然后在那个时候 真的是一个科幻中的概念 非常科幻的概念 可能很多人讲都讲不到 那现在 但现在已经出现百分之百的事实 这个故事讲的是说 一个女孩子 她呢和她的表姐 关系很好 表姐小时候相当于 这个抚养过她 但那表姐有这个不孕不育的这个病症 然后她为了报恩 然后愿意帮她表姐怀孕 怀上了一个孩子 然后 但是这个事情成为 马上成为一个大新闻 然后各个地方 这个真的报道 成为一个大新闻以后 这个 就各种各样的东西 干扰出现嘛 有人问她 说你这个 你和你表姐夫是不是 有什么 这是你带她怀的呢 还是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真的和你表姐夫 对吧 这个很难听的话 还有的呢 有些扑太太说 那你回头我也想生孩子 你帮我也生一个吧 然后 这就涉及到现在商业代孕这个问题 然后 这个女孩子听了 就神情恍惚 然后呢 有一天就神情恍惚 正常走的时候 老看了聊天这些东西 深思不守 就被车撞了 然后产生了车祸 然后孩子就不幸这个流掉了 然后 她 她自己呢也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反正就这样一个故事 然后 你发问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 她把那个 代孕呢 前前后后的很多很多 今天 今天我们经常争议的 或者讨论了很多问题 她其实在早期的科幻作品 都写到了 都写到了 所以她也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虽然说是文学笔法上可能不像今天这样 但是很有意思 那么后面几部就是近现代的 不是 是那个 非常近几年的一些一些作品了 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热 然后就很有意思 像陈秋帆的我 这一刻是我们的快乐 然后 这个作品 她讲了这个 关于 生殖技术好几种情况 包括的代孕 包括还有一种是说 比如说是 男性啊也可以怀孕 装一个人造子宫 男性体验 这种母亲的感觉 那么还有用通过基因技术 直接制造出婴儿 真的好几种想象 嗯 那么在这几部作品里面 因为有时间关系 我没法都讲 然后她中间有个共同点 就是说她设想这个孕母啊 就是这个代孕这个母亲 她其实和婴儿 还是会产生某种亲情 亲子的这种情感关系 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非常有意思 然后这是邱帆的那个 这支作品 用了一个选段 就是说 尽管这个孩子和她没有任何基因上的联系 但是因为她的体内这个孕育出来 她们某种意义上还是相连的 我们经常说 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那现在出现一个非常纠结的情况 这块肉和我其实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又通过这个代孕的过程 又联系在了一起 那我对她这个情感 那是什么 怎样一种情感 这个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这里真的没有办法 不敢做任何结论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 而且应该也不太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下面其实是讲了更多的是 对基因方面的一些作品 一些作品 基因编辑嘛 然后这个 我特别讲到这个 有点搞怪 有这个贺建奎 这个 其实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小说 也不是一个电影 它是个真实发生的事情 2018年 这个科学家自己真的 他把一个 两个孩子中间 这个基因中间的 一些 一些片段敲掉了 他认为这样可以 可能不用得艾滋病 嗯 然后 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这基因编辑的婴儿 真的已经出世了 但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 也不知道它 他们将来会长成 长成什么样子 但是这是我们在 我们生活中 身边所发生的这个现实 那在此之前 之后 其实关于他的这个 科幻的这个 这样一个作品啊 已经非常非常之多了 然后呢 这个 这些作品呢 嗯 也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这个 王静鹏老师 这个豹啊 是个早期的名著 讲的是 其实这和亲子关系 是有联系 但是联系不是很深 但是基因关系 编辑的一个名著 就讲一个科学家 他把自己的 他把一些豹子的基因 猎豹的基因 编到自己孩子的 儿子的体内 就当出生之前了 整个整个把他基因编好了 受精卵长大以后 那个孩子成为一个 百米 百米跑的健将 一个飞人 产生就 产生这样一个效应 但是 当然 毫无疑问 得到奥运会的金牌啊 跑得比现在 博尔特快快 但是这个过程 就失控了 因为这个豹子 在他身上这个 的基因 不仅仅上来跑得快 然后再生一些受性 所以他 容易愤怒啊 容易这个产生攻击别人 最后因为一次争吵 他把他女朋友杀死了 就产生 就是这样一个 失控的悲剧 但是科学家 可能也很 也很 也很 好伤啊 但是就是他 很有意思 他有这样一个 把自己儿子变成这样子 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故事老师这个 故事也是个女性科广作家 倩和提示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 也非常 也非常有意思 我去讲其中一个片段啊 就是讲一个科学家 一个女科学家 他儿子呢 他儿子呢 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一种疾病 然后其中一个器官 要坏死了 要换肾 但是呢 你需要找到 可以换肾的一个人吧 但是找不到这样的人 要不他儿子就死定了 所以他决定就培养出一个 在一个猪身上植入儿子的部分基因 培养出一个人的肾 这个好像是可以实现的 他把那个肾 理论上可以实现 一直到这个儿子体内 这看上去也是一个 不得已而为之 也还是个很好的办法 但是那个还是出问题了 就是那个猪 他和人牵合在一起以后 生长出来的这样一种生命 他既不是猪也不是 而且发现恐怖事情 就是这个猪长了一个 和人一样的眼睛 和人一样的眼睛 而且这个 和人一样的大脑 就是反正故事设计 他的大脑和人是差不多的 他完全有人的情感 人的什么 而且更可怕的是 更纠结的是 这个猪真的是对他的母亲 就是这个女科学家 产生那种依恋 她说女科学家说 这个动物 他真的长大以后 他对其他的研究人员 他都明显 比对我要亲得多 对其他人 天天依恋着我 还这个 所以他都非常纠结 你看一个猪 就和你儿子是一样的 这是怎样一个心态 那你让他活下去呢 还是说 还是说杀掉他 所以说 这是非常有意思 这产生出一种 非常畸形的亲子关系 没有时间再多讲 这些 其实双子三少也是 也是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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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尔斯密森 史黄 他那个 他演一个很老的一个杀手 然后呢 他是一个超级的高手嘛 然后他基因当然也非常厉害 然后呢 就有一些特工机构提取他的基因 克隆了一个孩子 然后 然后这是他的克隆体 克隆体 克隆体 克隆体让克隆体杀他 但这个过程中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父体和克隆体 其实这不是叫父子啊 但是 也有接近父子的概念 他们 他们之间通过几次接触 也产生出了一种感情 因为这个老人 他本来也就也不像个孩子 他孩子也没什么兴趣 但是他发现有个和基因和自己一样的 一个 在克隆体以后 两个人之间又产生了羁绊 又产生了情感 所以非常有意思 下面是我的一个小说 这个 可能也没有时间多久 所以我就归纳一下 这个 生育问题就有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说 我们从他思想上来概括 就是我们生育的过程 本来认为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化身 可以 可以叫生产 生产本来就是生孩子的意思 但现在已经 意思已经变掉了 就是通过自然的过程 自然的生出一个东西来 他是一个 带着一种自然性的 那么 但是这个逐渐通过各种高科技的技术 它会变成一个制造的过程 制造的过程 然后把这个孩子给制造出来 包括你可以选择在哪里制造 这个子宫还是那个子宫 然后呢 制造的时间 我冷冻软子 我可能过十年再造出来 或者说 然后呢 你还可以制造出好几个 然后 有的可能销毁掉 有的可能就是觉得好的留下来 等等 当然还有这个制造内容 像邱帆 刚才陈秋帆的小说里面最后讲的是 所有的人类基因都可以编辑 你可以把编出一个最完美的孩子出来 然后 然后把所有的不良基因全部剃掉 然后这些基因组合体 它其实没有一个母本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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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把很多东西 重新再组合在一起 组合成一个人的 受精卵 它也不需要在任何母亲的子宫里面 它就造了一个 半生物 半机械体 然后的子宫 就是放进去培养出来 它既没有父亲 也没有母亲 甚至连基因意义上的父母都没有 但它也是一个人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样一个东西 其实在科幻小说里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很多科幻小说 它其实都是 怀疑的 否定的 或者悲观的一个情绪 它觉得这个不对 但是我们跳出这个小说本身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样一来是不是真的不对呢 是不是一切只要自然的就好 我们微微自然就一定不好呢 那其实我们现在人类生活方式 很大程度上都是不自然的 对不对 都是不自然的 我们也不会在树上这个如冒饮雪 也不会这个天天才野果子吃 我们现在每个生活方式都不自然的 而且 正如我刚才讲了 其实人类进化 也是个相当不自然的过程 人的直立性子走 造成很多问题 人的亲子关系 也是在人的这个进化过程中 逐渐形成的 当然它有长期的 在上百万年的根基了 但是 从这个意义上讲 其实我们对人进化的结实 其实也消解了这个自然的 这样一面 但是 我觉得这个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发现亲子关系 它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我们可以制造一个亲子关系 这个亲子关系 不是说它的内容 不是说我 而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亲子关系 不仅仅我们可以制造亲子关系 而且我们可以制造和 传统亲子关系完全不同的 或者我们可以叫 仿亲子关系 内亲子关系 半亲子关系 不知道大家怎么称呼 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 就是比如说 代孕母亲和她的这个 代孕下生下的孩子 是不是有某种击败 或者说是人和她的克隆体 或者说是经过基因编辑的孩子 和她的生物学院有另联系的父母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问题 那么但是这些被创造出来的 这种亲子关系 那么他们就我刚才说的那样 他在这个社会中 在未来这个发展中 他会起到怎样的状态 他能稳定下来吗 因为亲子关系中包含的是爱 是不是 是彼此之间的不舍 然后这个东西如果说是 如果说遭到了阻断 它会产生巨大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我们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特别是代孕 比如说代孕 它现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好像就有这种案例 这个代孕的母亲 她就不愿意把孩子给 让人带走 那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 那么现在下一个主题就是 我叫 应该有四个主题 讲的还挺快 这个叫代季的冲突 代季冲突就是不同的代之间 这一代和那一代 不同的代人之间 它是会有冲突 这个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话题 我这里介绍了一个科幻名著 阿瑟克拉克的 童年的中介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品 这作品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作品说的就是 外星人在某一天来到地球上 他来到地球上 和人家发生一些接触 这个他 总而言之前面就不讲了 就是他的这个真正的使命 是帮助人类的孩子成长 因为他人类的孩子 具有某种潜力 能够成长成 宇宙中一种非常了不起 非常发达的一种 一种新的一种存在的形式 打个比方讲 就像是我们 让一个猴子变成人一样 他们把人的孩子 变成了新的物种 这个是个好事情 但问题是 人的孩子发生这个转变之后 他就那个不再是人了 变成了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了 但成人是变不了的 成人思维已经定型了 只有孩子才能变 这个孩子变成了新的新人类之后 人类是永远不可能理解他们的 也不可能和他交流思想 他的思维已经改变了 共同构成新的个体等等 然后这个就非常纠结 没有人希望这些孩子 变成一个完全陌生的存在 但是这个外星人做到了 然后呢 这个作品当然也不是说 人类怎么抵抗外星人 我们把他们赶走 这个也没有这么发生 因为这些孩子 在他们长大了以后 他们不是长大 他们稍微成长出来 他们觉醒了以后 他们忽然也就不认自己父母了 父母对他就是陌生人 他对地球没有任何的眷恋 就是说你们是虫子的感觉 地球人你们都是虫子 我和你们不一样 再见 他们就离开这个地球 去新的世界了 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非常复杂 非常纠结 讲象非常壮阔 但非常纠结 就是我们成人 如果是当父母看了 可能特别的感觉 他其实我觉得是投射出来了 现代人 他对这个代际冲突 对这个子女的 完全不可控的这样一种 未来的这样一种担忧或者忧虑 我们真的是说 我们的父母也想不到 我们成长什么样的人 那么我们的子女很可能也 我们也想不到自己的子女 会长成什么样的人 他们可能看着 用作和我们 我们可能完全不了解的 一些电子产品 或者一些流行文化 我们完全不知道 然后就像我们的父母 可能完全不了解 我们用手机 或者我们用电脑 可能在父母一代 他也不了解 价值观什么 那也不用说 更就有很多很多的差异 那么这个是每一代人 我以前研究过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中国 是从 可能从1900年开始 每一代人和上一代人 今后完全不一样 完全你想象不到 会变成什么样子 非常有意思 所以下一代人 我们也不知道 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他这个 把这个代机的东西 给投射进来 那么毫无疑问 作为父母 他是很不满意 这种现象的 那么 所以在科幻中间 除了 这种东西还有很多 比如说 那个格雷格贝尔的 达尔文电波等等 然后 还有现在赛波格的一些东西 人变成 人和机器结合 变成半机械体 这很多故事 他都是讲这个 代机的这种冲突 但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种趋势 就是说我们希望用自己的 这个新的技术来 控制这个代机的冲突 现在技术 我们把这个代机冲突 给控制了 或者说我们让孩子 跟他传承我们自己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努力 过程 而且确实有很多技术 可以借鉴 当然有些可能虚构技术 像刘思金老师 这个人参就是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一个遗传技术 母亲 在遗传技术发明之后 在怀孕的时候 就把他的这个记忆 他的人生的体验 传递给他的腹里肚子里的胎儿 应该是儿子和女儿 反正无所谓 反正传递给这个孩子 他想让这个孩子 在出生之前 迎在起跑线上 少走一些弯路 出生之前 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样 人生什么样子的 我就应该很开心 但是问题是最后失控了 他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孩子最后 对这个世界感到恐惧 他说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世界 因为你在人生 妈妈 你在这个世界上 遭遇到了很多挫折 很多痛苦 我不想再建立 他妈妈说不是这样的 但我有快乐 这个痛苦也帮我成长 但是孩子产生了恐惧 不愿意再成长 所以那个已经觉醒的孩子 这时候在他的母亲肚子里 用期待自杀了 所以是一个 有点恐怖的故事 仔细讲 这个黑镜大天使就是 黑镜 这是一个一个 黑镜那个剧里面的一集 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 讲一个母亲 她用一种芯片来监控她的女儿 其实是完全为她女儿 早想 第一我知道我女儿 每时每刻在什么地方 我叫她安全 第二呢 我可能还要这个 知道她的这个情绪 感受她 她的这个 是不是有一些暴力冲动 什么的 而且我还这个 对那个芯片的控制 控制她的女儿的视野 比如说 当面前出现一些不雅的动作 或者一些暴力动作的时候 会屏蔽掉 她这个视线就会 被这个芯片的高级功能给屏蔽掉 看不见 总之 这个叫 Arc Arc Angel 她那个有时翻译成方舟天使 应该翻译成大天使 就是这个天神 天使一样守护着你 但最后还是失控了 因为这个女儿 最后无法忍受这样一个 父母的这样一个控制 然后开始反抗 最后当她有比较暴力的 又不会约束自己的暴力 最后把母亲给打 打得半死 快打 基本打死了 这样一个非常选行的一个结局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 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拥有母亲的记忆的婴儿 并不接受母亲人生观念 因为她有记忆 但是她没有母亲这样的体验 她和母亲是不同的个体 对不对 然后所以说她有这个记忆 其实她这个故事 某种程度上也是个隐喻 比如说你告诉你的孩子 很多很多事情 世界上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她虽然知道这些事情 为人处事这些东西 但是她没有真正的体验 没有真正的经验 她其实这个还是 这个叫得知此思要功行 她没有通过自己人生体验 去把握这些知识 她才说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还有第二个大天使的故事 为什么我们子女的控制 最终会失败呢 然后像这个母亲 用了非常高级的先进的芯片 去控制她女儿 但她还是失败了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思考一下 如果说她是不是一定会失败 如果说她把她用那个芯片 彻底控制她女儿大脑 让她女儿完全变成了 她母亲的一个应声筒 让她往东往东 让她往西往西 这样一个人 那绝对不会失败 但是问题是 这个母亲绝对不会希望 女儿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失败 不是技术失败 而是这个母亲 她希望女儿变成一个 独立人格 独立思想的 一个自己能够 在这个世界上 幸福生活的人 她有这样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和她 控制她的手段 是相矛盾的 所以到了最后 她这个东西一定会崩掉 所以我觉得 这个很多技术 其实可能都这样 不管现实在虚构的 我们的目标 作为父母的目标 我们是希望让自己的子女 成为一个独立的 后文不一样的 也不一定不一样 但是她至少是独立的 有自己生活的一个个体 而不是说 我们的目标 不是让她成为一个 我们这么一个宠物 甚至是一个玩具 绝对不是这样 那么我们控制手段 是没有办法用到底的 所以说 最后这个一定会长长矛盾 科技的主持 带来的手段 一定没有办法 最后成功 所以其实我们 帮我们以向更深的问题 有点哲学化的问题 就是说 亲子自爱是什么 其实我们爱的并不是说 我们真的并不是 只要我们生产出 另外一个自己出来 我们还是希望孩子 和我们是一个 是一个不同的人 那么 其实后面这个修行雨 这个也是一个科幻作家 她那个小说 前两年发表的非常 在小圈子里非常有 非常有影响 陌生的女孩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 她假设这样 有一个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只能够怀孕 生出和她 就是人 当时有一种传染病 使得不同的基因的接触 会产生过敏症 就是说 如果说你怀上别人的孩子的话 你会 真的会死掉的 然后 所以每个人只能接受 自己的基因 所以然后每个人只能 生出他自己 把自己的克隆体 放到自己的子宫里 给生出来 但是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她还设想男性 也可以生出男性来 要不 否则的话 世界上只有女性 那么这故事讲的就是 一个男主角和女主角 她们是一对恋人 或者夫妇 然后她们很爱对方 她们是不想生出自己来的 她们想生出一个 融合了她们的基因的 一个不同的 一个陌生的 也不是完全陌生 但是 建有彼此的特征的一个 陌生的 就叫陌生的女孩 有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她是她无法做到的 所以她们也很纠结 她们分手 其实人的爱 是指向一个 和自己不同的同的他者的 所以 亲子之爱 我就说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 这是我刚才提到 张向龙老师的一个观点 就是她既不是说 因为我们 我们毋庸慧言 我们爱自己的子女 但当然是 因为她们 由我们身上一面 你父母爱你也是因为这样 她可能 她可能不会 爱街上随便一个人 但是 我们又不可能 真的是说希望 她们完全复制我 我们希望她们是不同的个体 那么 她通过这样一种 基因的力量 遗传的力量 她实际上还是指向了一个陌生的 不同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他者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 微妙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最下面一个主题 我叫做死亡永生与亲子 因为刚才讲的 期间我们怀孕 代际冲突 然后中间有些 我们就略过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一个死亡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 他最后可能都要通过死亡 和他的亲人相互之间的 这样一个分离 那么这个在动物那儿 其实问题不大 因为动物那儿亲子关系 就是临时性的 暂时性的 可能长大 子袋长大以后 和亲袋就没什么关系了 就是形同陌路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亲人的死 你不会感到那个什么 但是对人类来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就是亲子关系 对人来说是终身的 那么这样一个终身的话 就是彼此之间是永恒的绑定的 终身绑定的 那么当一方死亡的时候 另一方会非常的悲痛 哀悼 就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说在科幻小说里面 这些当然目前现实上 基本上没有能够实现的技术 但是已经有一些雏形了 像素质人格 仿生机器人格 一时尚传 这个我们用某种方式 让自己的亲人复活 或者说把 让他们还在 就有不同的方式 和小说的设想 素质人格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 现在真的有这样的尝试 就是有一些人 他们把自己的亲人去世以后 比如说有些人在网络上 比较活跃 他在网络上各种发言 收集起来 为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就能模仿他的孩子 或者他的父母 这样说话 然后形成一个 所谓素质人格 当然目前来说 还是非常粗糙的 因为资料 素材非常少 但是有的科幻小说设想 这个原文秦这小说 好像就有这个意思 就是说 假如说有一个 你的一个人 一生的一言一行 都被记录下来 那么把这个所有东西 这个几十年的东西 全为给一个机器 它真的可以是说 可以复制的 非常微妙微笑的 让你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情况 叫素质人格 那仿生机器人 也是很有 很常见的一种设想 现在其实也有 但是还是差了很多 就是说 你的亲人去世以后呢 给你制造出一个 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 这样一个人 当然 他还要结合 刚才说素质人格 这样一种技术 他真的还是像亲人 这样跟你说话 对你来说 感觉他就是在自己的面前 那意识上传就是说 把他这整个意识给上传到 这个配了个图 网络里面 那某种意义上 他就是还在那里 所以说 科幻小说中间 会设想很多种方式 来帮助人们克服和亲人 分离这样的痛苦 当然这个意义上 可能也包括恋人了 但是亲人这个 还是挺多的 非常多作品 我自己列出一小部分 怎么到这里 对 然后到这里 就是说 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 就是说 这种情况下 我们所见到的 这个到底是什么 我分成两个 这个秘密 因为这个说实际上 没有任何人研究过 完全是自己瞎 自己琢磨的 所以自己命名的 死者的一个叫纪念品 纪念品就是说 他其实并不真的死者 他也没有人格 一个仿生机器人 像我小说里 就想想一个 一个小女孩 她去世了以后 父母制造仿生机器人 她其实还长得一模一样 可以跟她说 可以说话 但说的话 其实重复 完全是重复她女儿以前讲的话 只是因为那个女孩子 只有两岁左右 所以她本来压压血雨 所以看起来不明显 那实际上 实际上 我小说也说 就相当于这个 这个女孩子一张三维立体的 一个照片 或者一段视频 只是说她变成了一个 一个实体形式存在而已 她就是这样 这样一个纪念品 那还有一种 我叫替代品 替代品就是说 她无论是 一直上传也好 或者仿生机器人也好 她某种意义上 真正有了她的人格 真正有了她的人格 那就是替代品 这两个东西是有一定差别的 其实都是蛮有意思的 那么就是我纪念品 我叫做 《吞噬未来的过去》 因为当死者去世以后 当然是我们非常怀念这个死者 但是 她如果能以某种 以假乱真的形式存在的话 其实对我们人的人生的意义 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只是大家可能 暂时设想不到 就是说她仍然有某种方式在 不存在着过去 而仍然存在着现在和未来 仍然在改变我们的人生 像我小说里设想 一对夫妇她丧失了 她们唯一的女儿以后 就制造了这个仿生机器人 仿生人 然后她像她女儿一样 然后她们真的就认为她是女儿 因为她们对女儿也太深了 她们永远沉浸在这个里面 她们没办法走出来 然后她丈夫后来 逐渐想找出来 跟她妻子说 这个我们把她先放起来 我们再生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的孩子好不好 那妻子不愿意 当然背后还有很多故事 就不多讲了 所以说我觉得她对我们 我们对人生的意义 它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替代品也很好玩 因为她这个亲子关系 某种意义上她是不可取代的 就是说如果你制造出一个 一模一样的人来 那么其实你会知道 她和你之前的还是有某种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某种意义上你又会感觉到 你似乎是背叛了真正属于你的这个 真正属于你的这个 你真正的那个亲人 所以这些点都是很有意思的 哎呀哎呀 这往前 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假设这个 她以某种方式 真的比如说意识上传以后 那么这个亲人真的 她真的活 对真的活下来了 就是最近那个电影 《流浪地球2》里面 其实探讨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热烈的话题 就是这个意识上传的问题 它叫做素质生命 其实是一样的意识上传 真的活下来 那么她会对你们产生怎么改变 那么我这个量就不多讨论 因为她其实在我看来是融入到这个 藏寿技术的问题里面的 藏寿技术就是说通过一种技术 让人类能够获得非常长的一个寿命 现在好像时间就在超了 我就不多讲 然后这样就很有意思 因为人的在长寿了以后 毫无疑问也非常明显 这个亲子关系 对于亲代来说 她就必然和她自己的长生的目标 所冲突了 打比方讲 这个亲代她 我如果能够活一千年一万年 或者说不用那么久 或几百年 那么我可能不会把更多的资源 用在我 投资在我子女身上 帮助她成长 如果说有冲突的话 当然我可能这个时候 还是很爱我子女 我更多会投资在我自己身上 对吧 因为我觉得 这个我将来还要长期的生活 这对我来说 可能是更重要的 虽然听起来有点selfish 但是这个可能真的是一种 必然的一个趋势 与此同时 那个长生的人 他就会有倾向 对他来说 这个信啊爱啊 他也不仅仅限于一代了 他可以 每一代他都可以和很多很多的人 发生关系 可能生下新的后代 所以一个后代对他也不重要 他可以和很多后代 他可以有很多很多后代 而且这些后代本身也 本身也是 跨越了漫长时间的 像海英莱茵这小说 这个《时间足够女爱》 就讲一个活两千多年的人 他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面 有无存无尽的后裔 然后他想说一个真一点就是说 他甚至和他的这个后代 发生了这个性行为 因为 这个因为啥就不说 因为反正性的吸引力吧 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亲和子的关系了 这乱伦对他说也不是问题了 这个在科幻里还是挺常见的 这样一个主题 反正非常有意思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完全是虚构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的寿命的延长 和我们这个 反正各种 各种 各种 长生的长寿的技术 已经 而且我们这个 生活 水平提高来说 也没有像以前老的那么快 所以会 会有很多很多 这个 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出现 出现 比如说你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 可能看上去 可能三十岁差不多 你还有你的新的生活 你还要 和 和 二三十岁的人一起工作 这 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些 对我们现代人这种 非常独特的挑战 和考验 好 最后一点就是说 人和非人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也非常有意思 因为刚才讲的那个最后 其实已经有点类似于 人和非人了 所以说 已经跨越人的界限 但是我们 这样更多的是讲 那个AI的这个关系 人和AI之间可能成为亲子 科幻小说里也有很多探讨 比如说这个 非常早的一个作品 肖建恒老师的 萨洛姆教授的失误 这个作品讲的就是 这个教授 他发明出一种机器人 这种机器人非常的 善于照顾孩子 就像用保姆机器人吧 然后呢 有一对父母 他们对孩子 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 并不太好 或者说虐待子女 然后萨洛姆教授 就让这个 对人非常这个善良 非常非常耐心温柔 无微不至的一机器人 去照顾这个孩子 但是 到了最后这个实验失败了 其实孩子根本就不爱他 这个机器人的父母 或者说 他会产生一种 某种抗拒 他仍然爱他亲生的父母 实际上更爱他的母亲 因为他父亲确实很坏 但是母亲 虽然对他也不好 但是还是有某种感情在里面 所以萨洛姆教授 就改参说 人的这个情感 它是 并不用理性来 来衡量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并不可能用机器去体带 这是他那个时代的结论 但是后面其实又有很多新的发展了 现在看来不一定 因为那时候想到机器人 可能还是一个铁皮人硬邦邦的 那你如果只有一个和人可能差不多的 甚至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个浑身也非常 这个这个非常聪明和人 对谈自如的机器人 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所以后面有很多新的这样一个发展 像王老师这个生存实验 王金康老师生存实验 讲的是一个机器人的母亲 养大一个孩子 那孩子一开始知道这母亲机器人 他有排斥 这个和上面过去有点相反 他一开始有排斥 像你是个机器人 你凭什么当我的母亲 不听他的 然后有各种反叛 那个机器人 母亲反而容忍他这一切 但最后反正经过了一系列过程之后 由于某些原因 机器母亲要死掉了 或者要自我销毁了 然后这个孩子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发现他对这个母亲 还是有这个爱的 所以这个很纠结的一个过程 他另外一篇作品里 生命之歌讲的是反过来 也是反过来 讲的是一个人 一个科学家 做了一个AI的小机器人 然后呢 他把这个机器人当 这个AI 他是有学习能力的 他那个程序可以自我学习 他自己把这个孩子 把这个机器人当孩子一样养大 和他之间形成了这种亲子之情 但是最后发现他这个机器人 真的已经那个 形成了自己的种族意识 他要唤醒其他的机器人 让这个AI这个种族和人类 就有一种危险 和人对抗的危险 所以他最后想消灭这个 这个他和他有父子之情的这个机器人 最后他做了没有呢 反正也是很纠结 他做了但是没有成功 因为这个历史发展是不可替代的 警方这个有声医院和这个也有点 近似 反正也是人和访试人之间 这样的非常复杂纠结的情感了 所以就没有时间多讲了 所以最后其实也没有多少 因为我讲这些就并没有多少结论了 所以说我们一看今天探讨了这个亲子 关系它对人类在演化中的意义 可能代表对于很多人 对于很多人他们的人生中的意义 这个东西其实我只是说 浮光绿已经讲了一下 其实真的还值得非常深刻的探讨 那么技术它对于亲子关系 其实是有正面和负面的意义 其实小说里面或者今天讲的负面比较多 但是其实正面的意义也是很多的 比如说刚才说那个所谓监控技术 它其实还是有用的 因为至少这个孩子被拐卖 这个可能就位乎其微了 或者走丢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你可以随时发现它的位置 对吧 那么还有很多技术 比如说如果真的发现人造子宫的话 其实也是蛮好的 那么妇女可以免受 生育之苦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技术都有正面的意义 那么负面意义 刚才也讲了很多 那么这些东西其实 它最后面两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 我们它中间可以深发出一些 思想性的哲学性的意味 让我们不仅能够思想 这种未来的可能性 而且也可以去 通过这样一个东西 去思考我们现在我们的亲子关系 比如说这个时间性的变异 我们对于这个时间这个体验 它和亲子关系 有什么有什么联系 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 非常深的问题 它从我们最古老的进化的根源 到未来 我们现在这个 人的生命历程的改变 亲子关系 其实也在发生一个变化 也是非常有趣的 那么最后我讲 叫朝向他者的结构 因为亲子关系就是说 最后在和我自我的关系之中 让他者能够浮现出来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而且通过我刚才这个讲述 大家发现这个他者 不仅仅是说我的生物学上的儿子 女儿这样一个他者 他很可能在将来 还可能包括一些赛博格 一些数字生命 一些AI 这样一些我们现在 还难以形容的东西 他们也可能和我们 形成一个亲子的关系 但他们是更加陌生 更加奇特的这个他者 那么他们和我们 形成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将来的结局是什么 那这真的是 只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我们既不能像一些浪漫小说里面 或者一向情愿的人觉得 那就是和人一样 或者说他们也有人性 也挺好的 那也不能说是像 另外一些作品里面一样 就是说绝对他们 就一定不是人 一定会把 一定会反过来消灭我们 或者说和我们行图陌路 其实可能都不是 也可能是其中一种 这非常有意思 我想大家可能都会去想象 都有自己的答案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耐心聆听 然后老师老师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我觉得还是讲了非常多 能看出来非常的儒鼠家珍 对于科幻文化 但整体结构是非常清晰的 我觉得它基本的是 从一个生物学的视角 首先来看 从人和动物的演化过程中 如何产生生生育的一些特殊性 如何产生亲人和家庭的结构 那么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 就是说在前提之下 我们说它产生了很多 比如说孝 这样一个非常人类独有的时间性意识 包括历史意识 代际意识 世代意识 人类独有的一些伦理现象 和政治的这样一些现象 其实这对于中国人的历史的影响 也是历史意识的影响 是很深远的 那么第三部分就是讲 就是说 那么现在我们说 进入一个技术时代了 技术时代 它就提出新的很多 解决了很多过去的痛苦 带来很多新的困惑 那么在中国 传统的很多 建立起来的人类积淀出来的 这样一种对于亲人 或对于家庭的这种观点 正在被颠覆 那么它技术的这个边界 到底在哪里呢 所以到第四部分呢 我觉得 我觉得宝石老师 基本上是个开放式的一个 因为我刚才本身想 正反合的一个 想听到一个总结 但是我更多听到的是一种展望 因为这个事情 现在谁也说不好 它的 我们说 古人说 一利必胜一弊 就任何一个技术出现 它解决的问题 它一定带来新问题 所以这个里面 宝石老师最后呢 我觉得是 是一个留给大家思考 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如果涉及到哲学上 那么可能从亚脸首都开始 就有这样的问题 所谓自然与人为的关系 和自然与技术的关系 是吧 就是我们说一个东西的出现 或者它的发展 它的原因究竟是来自于 这个事物本身有一个内在的 自然赋予 赋予它自身固有的本性 还是说它是通过 我们的技术手段制造出来的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成方式 这两种 一种自然的本性生成的 一种是人人为的去制作的 所以这就牵扯到 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人究竟有没有一个 固定不变的本性 如果你认为有 那么我们就会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去 批评这个 就是人为的东西 技术东西 对自然本性的这样一个 自然的大自然的这样一个强奸 或者说改变 但如果你认为没有人 就是个历史的相对的不断演化 那么你就会说 大自然其实也是个巨大的实验场 是吧 一个巨大的一个操作间 是吧 它也在进行各种试错 也诞生过很多失败的物种 然后也是一个大的技术源 人也无非是在模仿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所以 数有数略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可能这个是留在未来的一个思考 现在我觉得大概也就是说些废话 然后我们现在 首先我们看 就是因为我们线上已经有一些问题了 我觉得首先我们 现场有没有老师和同学现有问题的 好 这个同学 好 我想问一下 您关于带气充足那一部分的问题 就是 您在提到 尤其新年三岁的导说的时候 提到的一个思考 是为什么英文母亲 故意的英文耳朵 接生母亲的隐身观念 您给出的答案 是不是得知此是要公平 但是我是在想就是 呃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婴儿只是 被传出了母亲的命题式的记忆信息 就是如果她真正传出了母亲的所有信息 包括一些情景记忆啊 就是她会 呃 身临其境的仿佛 重新体验过母亲的人生 就是如果这个记忆内容包括这些的话 那是不是 这个也相当于她公醒了 相当于她自己 呃 嗯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人生观念也可以传输 然后关于这种 呃 呃 清代对子代的这种控制欲望 我就会在思考 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控制欲望 我的一个猜测是 是不是因为生育是为了缓解我们自身的死亡焦虑 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生物来替代我们延续 嗯 嗯 去缓解一些我们这种必死的存在的一些遗憾和焦虑 那这是不是一个推论就是意味着 其子代与我们越像 我们就会越能满足我们这种焦虑的缓解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呃 联系到后面那个陌生女孩的那个作品 那是不是意味着呃 呃 呃 这个里面设定的相爱的男女 希望诞生出二者融合新生命不同 那么多的人 其实是想要诞生出一个种自己完全一样 自己是在精英上完全一样 甚至是在那个 那个 记忆上 性格上 人生观上完全一样的孩子 就是 呃 我的大概的问题就是 呃 第一个是呃 记忆的传输 是否 真正的 完全的记忆传输 是否 可以呃 带来人生观的传输 第二个是 我们呃 呃 现在对于子代有控制欲望的根源 是不是 缓解死亡消虑 如果是的话 那这样的期待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希望 子代跟我们越相似越好 嗯 好的好的 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好 呃 我真的真的非常好 第一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 确实是 记忆分两种嘛 一种是说像 面提式的记忆 比如说 呃 比如说你可能记得一首诗的内容 啊 比如说李白的那个 经验诗 然后第二种记忆 你可能记得老师怎么教你经验诗 这样一个过程的这个这个记忆 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全部传出这个记忆的话 那么这个孩子他就像认为他就是他母亲 他们人格上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他他的这个 他如果传传全部的全部的记忆 那他们他就会认为他是母亲 母亲 但是呃 呃 这个有一些科幻小说 其实像那个江博老师的《一魂有数》之类的 呃 他是把这个概念 就是我把我的记忆全部传输到你的大脑里 当你去原来记忆全部清空 那时候你当然就会认为你就是我对不对 你你我用我全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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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 你也不可能 因为你没有用自己的记忆 你就会认为你就是我 但是大刘这个量设定是有一点差别 但是他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确实确实没有很清晰的说明 其实是你你或者我们一起帮他把这个 把这个做了一个区分 说他传输的是命题式的啊 这个记忆 而不是那种现场的情境式的记忆 但是大刘确实没有这么区分 这个小说很短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记得他是没有这样的区分 然后而且因为他这他而且他这样一个小说 他是为了说明 我刚才讲的这个这样一个道理 这个然后我不或者不说为说明吧 就是说他更加体现了这样这样这样一个区别 而不是说呃 因为不同口小说他不同设定的话 会有导向完全不同的结果 所以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点 嗯 所以我觉得他在在这个人生之小说里 更多的反映出了这样一种 父母子女之间的不理解 只是他通过一个记忆 记忆遗传这样一个 有点非常科幻的形式去传达给他 呃第二个问题也很有意思 呃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父母对子和子女的情感 其实是很复杂的 因为我们爱子女或者你的父母爱你 真的不一定是因为你和他完全一样 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一样 那么比如说我们打比方讲 最简单的 母亲他可能很爱他的儿子 父亲可能很爱他的女儿 但是儿子就性别的差别本身就造成很多很多的差别了 对不对 母亲并不是说因为你我真的 你是儿子不是我女儿 我就不会会爱你比较少 而父亲呢 呃也不会认为 因为我是个 我是个女儿 而不是儿子 我就会爱爱的比较少 当然你要说的话 也可能有的父母是这样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不是个不然的普遍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确实有一点是对的 也就是说这个当父母 当子女啊 体现出父母的某些特质的时候 这个父母可能会更加偏爱他 这个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成立 而且我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 也认为我个人的经验 它更多的是 当子女体现出父母身上的某些弱点的时候 这个父母会特别那个能够感同身受 打比方讲 我这个人社交能力比较弱 必须斯文雷弱很多 然后但是 因为我孩子也非常的怕羞 色恐或者说 当他有 比如说带他亲戚朋友 他就躲到后面不敢出来 或者老有这样一些色恐的表现 那么这个时候我真的会很心疼他 因为我完全会想到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不愿意 就是被拉到亲戚朋友面前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也不知道做什么好 其实也是很难受的过程 就是我非常能够深刻的理解他 但是我并不认为 我认为他说 他那个子女如果体现出父母身上没有这些特质 比如说 那子女那父母 比如说他很可能很遗憾 我会很遗憾我身体不好 或者我当我女儿如果是个运动健将 或者我遗憾我没有没有文采 但是我女儿可能落笔成章 我真的还是会 我也会很爱他很 所以说这个感情感是非常复杂的 不能一概而论 好的 还有其他 所以我在堵送一句 所以说 sorry 这就是我说那个之间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你真的是说 发现这个子女和父母完全不一样 然后 但是这个爱情 不是爱情 这个这种爱 它是通过这样一种 浮育的过程 逐渐建立起来的 所以你真的会爱一个陌生的他者 这是在我们一般人 一交往中间很难实现的 至少很难这么深刻的 但是这么深刻的 所以它是通往他者的一条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途径 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 这个除了说 张晓龙老师的这个 《家与孝》这本书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雷维纳斯》 《总体有无限》里面 最后的那个《关于家庭》 因为这就是关于他者 就内在性和超越性的关系 关于爱的这个关系 因为那本书就在那里有卖 张老师那个书 是他 张老师那个书 最后其实就讲《雷维纳斯》 这个有一篇对他的分析 没事 我没事 就随便一说 我这就是看到专业的《雷维纳斯》 其实我们那个 我们还是 因为我们网上还有五六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就是 现场有没有其他的老师和专家同学 有这个 我可以 如果没有的话 我在网上还有一些问题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我们那个 就是这个 用手机 不好意思 不应该看手机 但是我们 就是问题 首先第一个 就是在科幻的设定里面 有一些问题是我们 一直以来就是习以为常的 就是默认的 默认为是关于亲子和家庭的观点 那么这些关键们 其中有哪一些 在现在的这个 技术时代的这样一个畅想的 这个过程中呢 受到挑战了 然后呢 又有哪一些 根本的亲子关系转变 在未来是可以实现的 其实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你能说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今天讲 讲座的内容 只能说 重复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是 像黛运这种关系 然后或者说像 基金啊 克隆啊 这种东西 它缔造出了很多 全新的 新型的这样一种 亲子关系 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 当然了 你还需要社会制度匹配 比如说 在我刚才没提到 我刚才没有 没有信讲 我这个小说里面 就是说这个 就是这个 父母有 在一个社会里 父母克隆出自己 其实不知道子女 克隆他自己 然后和他形成一种 一种类似于 一种类似于父子的关系 然后 这个关系 其实也是能够长期 稳定的维持的 这个也非常有意思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科幻小说里面的 亲子关系构想 就是 会对现实中的伦理 和道德产生影响吗 有没有影响 你刚才讲到了很多 这个 惯例乱形的 这种 很会玩的这种 对对对 你觉得这个就是说 大家是看个爽一爽的 还是说就是说 实际上实质性的影响 到底 因为现在这个科幻 它是越来越和现实分不开了 所以说固然绝大部分 只要大部分 只要说一部分 我们是现在是不太 可能直接实现的 只是一个 以思想实验 但是比如说像这个代孕呢 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 数字人格呀 这个东西 其实它已经实现了 获得力实现非常快 比如最近出现那个 Chad GPT GPT 那个东西 它其实获得上 就是一个数字人格 如果说我们把一个人的这个 你的亲人的资料 喂给他 他很可能 那你觉得他就是和你的亲人一样 所以说这个东西 即便没有马上实现 可能也就是在 而毫厘之间了 它会对我们真的是说 会产生一个 很重大的一个影响 这个我也是赞同的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说 涉及到就是比较科幻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科幻中 对于未来家庭的构想 和西方科幻之间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这样一种 这个还真是 我觉得还真的是有 因为中国人 他其实更多的这个 对于家这块 他会有更多的一种 一种眷恋 那西方人他可能 那个写这样一些故事的时候 他更多强调这个断裂的一段 断裂的一面 中国人更加强调他 可能中国当然有反抗 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讲他断裂 但是更多的 他意识到 加在他这样一个意义 那这个这个时候 我特别要讲一个 刚才忘了讲一个 就罗宇坤老师那个小说 其实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叫做七个生日 七个生日 他其实罗宇坤 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美籍华人 但是他其实有很多 他作品有很多东方的 亚洲的中国的思想在里面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说 一个人和他一个 一个 一个女科学家 然后他为了改变人类 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事业 但是他这个过程中 疏忽照顾他的孩子 他的女儿 那么这个母女之间感情 其实是诗相互是爱的 但是有很多裂痕 比如他他过生日 他母亲经常不回来 或者说 然后呢 就留下了很多很多的遗憾 然后那个 后来他母亲这个也得了病 老年痴呆症就死掉了 母女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很 没有进行最后深入的交流 就是他们女儿 她是个遗憾 但是她就 当时这个七个生日 之前两个生日 到后面的生日的时候 就是人类的技术越来越发展 然后呢 又有越来越新的问题 每个生日就是相当于是 可能一个又过了 一千年以后 一万年以后 十万年以后 甚至一千万年以后 就是他女儿实现的永生 在宇宙中间 就几乎是摆脱了这个 躯体的束缚 但是在她这个无限长的生命里面 她仍然想到 她也在帮人类解决 一个又有一个层出不穷的问题 她看到人类社会 不断地这样一个发展 但是每次她看到的时候 她都会想到她母亲 当年的这样一个夙愿 她那个或者说一致 然后她就 她在这个过程中 花了几几 可能是几万年 几十万年时间 去理解她这个母亲 那么最后 她这个一针一换的写道 她和她母亲又见面了 那么这个 因为这个时候人内的力量 也非常大 她也能够制造出 那个虚拟的各种现实 甚至在某个时间线 重新模拟出一个人来 所以你不知道 这个母亲她 她的何种程度上 是她女儿的幻想 何种程度上的真实 但总之 最后她们又在一起 这个团聚了 所以这是一个 挺治愈的一个作品 然后这个作品 大家所有说一下 非常容易收到 《七个生日》 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 我个人认为 确实是这样 这个 对 其实还有一些作品 但是我没有时间多讲 比如说我有个小说 叫《中元节》 讲的是《中元节》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有死者的数码生命 然后他们平常被放在一个 墓园的一个服务器里面 不让出来 后来他们在《中元节》那天 通过AR的方式 然后回到家里面 和这个子女和家人团聚 然后这个《中元节》 就出现很多悲喜剧 这就是我觉得 也是父母子女之间 一种常见的 不是常见 中国式的这样一种情感 都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很难用 一两个问题来 来这样回答清楚 对 因为我和她在 这个想起来 我和她留学的时候 那时候在笔记室 就是小火寡名的 然后发现他们 是很溺爱孩子的 就是孩子亲的关系 就是很密切的 就是超出我们当时 对西方世界的刻板印象 是 但是即便如此 我觉得还是有些区别的 因为孝的一个意识 还是中国特有的 就是说 这个跟青还是有点区别 就是家里孝里面讲孝 所以我刚才想 科技发展出来 符合中国国体 是吧 机器人孝子 是吧 我们尽量争产 孝顺的机器人 就是这个 其实我刚刚那小说 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就是 已经能够制造死者的人格复制体以后 中国人出于孝的观念 他必须要制造一个父母的人格复制体 要不然他就不孝 但是制造出来以后 又绝对不是他的父母 所以又特别纠结 也说要销毁 当然销毁吧 和你爸爸一模一样一个人 你好意思销毁吗 你这不更不孝了 所以非常纠结 所以小说 这未来就会有可能 这种很奇怪的现象 对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 然后接下来这个问题 有点沉重的 就是说 这个是关于那个死亡的问题 因为这个确实是 你做海特格尔姆这个都很熟悉 就是说 就是在科幻小说的设定里面 一旦一个去世的人 他自己的意识或者形象甚至被重 就是刚才有咱们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可以被重现 甚至变成一个手机里的APP 是吧 想它的时候打开看一看 然后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 确实像你说的纪念品 或者说替代品 我觉得更多像纪念品 就是他提这个问题 应该是一种纪念品式的 就是说 以作为亲属的一种慰藉吧 就是心灵上的安慰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 就是将来我们对死亡的这种理解 也会发生变化 就是死亡这个时候呢 只是变成是一个非常个体化 个人性的事情 而不是一种关系性的东西 当然这就是说 它可能就是说 只是个肉体的隐蔑 但是对于我们亲属关系的影响 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只是说一个暂时的告别 或者是 人们对死亡 那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理解 这个你如果从小说角度来讲 它依赖于这个设定 如果说我们设定这个人 他一时直接转移到另外一个机械的身体里 或者转移到电脑里面 那就没有问题 那这个人就真的实现了永生 这个时候死亡真的是 这真的是区别不大 但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这个 像我说的纪念品那个形式 那个形式 那个人确实还是真正的死掉了 然后呢 留下来的是一个空洞的 或者中心是空的 表面看上去是个完好的人 但它最里面的地方是空的 然后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时候人和它互动 我认为它是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因为这个时候 它并不同于一张照片 或者一段视频 让你今天我在那怀念一下子 我的父母就可以了 怀念一下我的子女就可以了 而是说他人还是要跟你互动 但这种互动就是缺乏这种 可以成长的内容 因为它真的永远没法成长 像小说也像那个孩子一样 永远没法成长 所以它就形成一个时间的黑洞 或者把这个时间整个扭曲了 我永远要围绕着这样一个 一个已经消失的过去 去不断地重复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永远不忍离去 永远没法开展新的时间 所以它最后 还真的还是一个时间性体验 是要给我们造成一个 很有意思的问题 当然这个也是 也是一个虚构性质 我不知道真的发生这种情况 会怎么样 好的好的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 好意思 sorry 我想到一个就是说 或者说这种情况下 你能会厌倦 能会厌倦 因为你亲自关系 它本身上死了 就像一个花样 已经凋零了 但这种厌倦 它其实更加的 摩托于上 是更加悲伤的故事 因为 当一个人去世以后 你挨到他 挨到不昨天消散 但是这种情感还是在 但是这种厌倦 是一种更加 更加彻底的一种消亡 所以非常纠结 对 这确实跟我们刚才说的 《流浪地图2》里面 确实有点关系 当然死亡问题之外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现在性别问题 当然不是说 咱们现在是性别政治 而是说母亲父亲的性别 咱们不去挑起这些话 我们就说一下家庭的问题 因为在现在性子关系里面 父亲和母亲的地位 它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尤其在这样一个 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 父权 偏向于父权的这样一个结构里面 因为这个确实是 我自己也是有体会 因为我们这一代还好 有80后还比较好 然后但是到我 20后30后 就是我爷爷奶奶那一代 所以他们那 当然也没有说是不能上桌子 那倒没有 但是至少我们说 我爷爷和老爷 他们得先动筷子 就是有这么一个规矩 然后不光是我姥姥 但实际上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 真正的家庭 一家支柱 核心是我的姥姥和奶 是女人 不是奶 父权这有的时候 至少在我的成长距离 它纯粹就是一个壳 内在的所有人都是围绕着母亲在旋转 当然这是我们个人的理解 这无所谓了 但是就是说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和父亲的地位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说 那么甚至母女母子父女父子的关系 它都是各有各的特殊性 那么这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在科幻作品里面 亲子关系的构想之中 性别的因素你觉得大不大 还是说性别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给消除掉的 或者说减少的 性别这个因素是有一定影响的 因为如果是男科幻作家写的话 确实经常会写到这个母子这种关系 他容易把自己带着的儿子地位 比如像何希老师 丧心者 母亲为孩子为儿子付出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刻板的这样一个印象 但是当然这作品本身非常杰出 肯定说我是有看过最精力能感动的科幻作品之一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母子之一 母亲为儿子无私奉献 儿子专心搞科研 这样一个形象 但是当然儿子也依恋他的母亲 这样一个结构 但是因为我最近其实我为什么讲这种东西 其实我在编一本书叫做《未来亲子档案》 这个是和这项目是有关系的 我编的这个里面我觉得还是比较均衡的 这个像那个我那个妞妞实际上是个妇女关系 然后呢也有这个母子的关系 也有这个杨婉晴老师那个 是那个这儿也有一篇是父子之间的关系 也是很有意思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母女之间关系 像那个刘宇坤那个是母女之间关系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 现在女科幻的家非常多 她并不比男性的要少 其实这个最近也真的是说 女性她在写这些题目上的时候 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或者说她们的这种出发点很有意思 所以她们其实更多不是这个束缚 她也未必一定要写母女 或者说是女性为主 她也可以写男性 但是她这个视角就不一样 她就能够综合掉很多男性写作的时候 她可能会有问题 这个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与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相关 其实也是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 就是说这个信念品实的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其实在《流浪地球2》里面 我们看过以后 刘德华那个实际上是有这个体现的 两派真的比较厉害 那么她其实是 我们知道她把自己女儿放到计算机里面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数码人格了 那么问题就在于说这个时候 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数码人格 她具有这个替代性之后 我们去关注这个数码人格的心灵 行为还有属性 它还有真实的意义 那么这个时候这种陪伴 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陪伴 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 难道这不是一种自协欺人吗 还是说它是具有某种真实的人伦的这种性质 那么这个对我们人类的这个 伦理生活有没有真实的有没有印象 好像也是一个相似的问题 对 因为这个我刚才说过 它和这个设定有关系 咱们比如说如果说只是通过这个人 他在社交网站上这些资料 或者说你从外在这些东西资料 你去生成一个人格 那么不管这个人格有没有这个 他内在有没有人格 还只是一个代码 或者说他真的某种上有自我意识 那他都其实都不是原来那个人 对不对 因为只是从外在的东西生存出来的 但是如果说有一种方式 我通过对你的大脑的 它整个结构的 这样一个扫描 这个扫描中 再建立某种链接 那么很可能 这个数码人格 最好在这个设定里面 他就是那个真实的 那个人本身 嗯 比如说这个一个美剧 我也很喜欢看啊 它有意思叫上载新生 Upload 就是讲那个一个人把他 一个人他在车祸以后 他那设定里面 他就是人死了以后 可以一直可以上传到那个 那个上面的 那个网络上 嗯嗯 但是这样当然了 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些怀疑主义者说 你不闹 原来那个人真的上传一刻 他就死掉了 你上传的是一个复制体 这个确实是一个没有法证伪的问题 哪发生实现的这个技术 我们也不可能证明这个人格是每时每刻连续的 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就算一个人活着 一个我们现实一个自然人 你也不能证明他每时每个技术 都是完全连续的 只有我们通过内在观察 可能知道这一点 但是我们有的也只是记忆 比如说我现在没法证明五分钟以前的 这个世界存在 可能的都是一个 对哲学中老生常常谈的一些世界上实验的问题 所以比较这一点不谈的话 那么确实是我刚才说了 有一种是说外在的这种形成的一个 让你觉得好像是这个人 金剑平 还有一种他可能真的是 某种意义上真的是 有他的这个人格 那么如果后者的话 两个都是实际上 两个人某种还是一种 可以相互之间交流 可以相互 可以一起成长的 做陪伴的关系 如果前者的话 那可能真的只是一种 只是一种比较廉价的一种安慰 对 那就撇开这个圈子的话 一不天黑进有一句 就是讲这个 一个女人失去了她的男朋友 然后她就真的找了一个 一个数码人和男朋友一模一样 然后输入一些东西 然后然后来陪伴她 但是一开始她也很开心 但是最后发现这个男朋友 这个机器人男朋友 尽管和男朋友长一模一样 但是有些微妙的不同 而每一个微妙的男朋友不同 都提醒你这个人不是原来那个人 这个人可能根本就不是人 所以她也特别纠结 最后她还把这个机器人给封存了 她觉得这个陪伴是廉价的 不是真正的陪伴 好的 那么这个回答确实是 也接受这个问题的这种 复杂性和多样性 那么还有我们今天现场 也非常荣幸地看到 我们的白熊登老师也在这里 就是我们想问问白老师 有没有什么可以指教的地方 然后补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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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更大的空间 嗯 尤其是亲子关系这个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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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先带我小孙女问你一个问题 啊 就是为什么这个有的科幻的作品 它是一只眼睛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人物 或者是一个主人公 是一只眼睛的 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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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吗 还是 对啊 你反正是外星人也好 机器人也好 因为现在经常会看到 有一些小孩的玩具 什么东西 就因为小黄人那里一只眼睛 嗯 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要显示出和人类 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 对 他不但有一只眼睛 他可能还有三只眼睛 或者是吧 嗯 但是 你说 这个 因为他那条问我 我还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正好有专家在这里 我可以来请教一下 嗯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好像有个生物学理量 就是我确实会有外行 就是说 实际上人的这个 因为这个人作为一种 嗯 这个厚身动物 这个这个西八分裂的时候 一定要对称的 所以真要一只眼睛的动物 还很难实现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说法 他一定要他有对称性 这个 这个 这个有一个问题 因为恰好最近我在读 那个 Cangroom 的 Knowledge of Life 哦 最后一部分 是在讲 这个 这个 Monster Monster 嗯 就是说 这个 外 嗯 就是 定义 嗯 嗯 那么 他上面我觉得讲挺好的 因为他是 副科的老师 嗯 所以后来我读他的东西 我也知道副科为什么 会做那些事情 那么 嗯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科幻 比如说 Brandenstein 就是上次有一个演讲 就是Brandenstein 这个出来 作为科幻 现在有一个科幻的 对 那么 可以这么来理解 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 现在裔的科幻 就是 反正跟生物有关 因为你今天也说讲生物 嗯 反正生物有关 是不是 可以追溯到 就是 当年 17世纪 18世纪的科幻 就是那些所谓 基型学 基型学 有没有这么一个 科幻 这个 我还真本研究过 对对对 但是 我记得就是 在那个17、18世纪 确实 当时有个人造人 这样一个 一个浪潮 因为那个时候 首先他用机械造出一些 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些 一些玩偶 然后那个时候 摔生出了这种人造人 这种思想 特别像哥德 那个福士德里面 其实是写的 当然他的 不是严格的科幻 但是已经非常接近科幻 了 福士德里面 就是造出一个小人 然后 他 加上他对这个生物学的研究 比如说当时是发现 这青蛙就死了以后 帮门弄死了 用一个电剂一下 这个腿就会发生这个反应 对 生物体上发现是用电控制 然后 这个时候就出现出 这个福兰肯斯坦 这样一个作品出来 好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跟你合法一关 嗯 这个 就是你觉得 因为今天我看你 想中国的工作 嗯 那么我在想 好奇就是说 科幻作品是 比较代表性 但是它是按照 当下所能理解的 这些科学原理 然后去往前延伸 我做一些推理 我现在做不到 但是他想着 如果按这样的话 他应该能做到 嗯 差不多 这么一个方式呢 还是说反叛事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 制造刘正宗 这个刘正宗 这个刘正宇学 就是 你必须要服从重力 嗯 对吧 但他偏要反叛我们 然后说 我一定要超越这个作品 嗯 所以这个科幻的写作里面 这两种模式 当然我就过于简单化了 嗯 就是 您觉得是 倾向于 每个人的角度 嗯 我觉得 两者应该说是 兼而有之 比如说反重力 它有这个反重力元素 因为 当我们知道 一个科学原理之后呢 嗯 你当然会往前继续想 你也可以想 如果有某种方式 让它不成立了 呃 或者说让它发生 某种变化会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简而有之的 一个东西 就是 对对对 这个是说那个 反重力素嘛 有有有有有 有这个说法 在那个 威尔斯的月球上 第一批人里面 他就想像这个人 人类 他的宇宙飞船 不是用火箭的 他是想像是一种 反重力元素 他是能够克服重力 装上去以后 诶 就和那个重力 变成推力了 就把它推到那个月球上去了 这也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 一个作品 那顺着这个话的话 那就是说 因为你刚才讲 就有一些 比如说讲到那个代孕的问题 嗯嗯嗯 就是那个我想是当年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做不到 但是呢 原理上应该是可行 是围绕着这么一个场景 来发展出来 对吧 发展出来一个故事 那么 呃 那就是说 大家有时候也经常讲到 你看原来的科幻作品 现在实现了 嗯 那么 实现了的所谓科幻的想像 那么是 呃 在前一种场景下 就是按照当时理智的原理的推 这个展示 方向 还是说按照 反叛的方向 嗯 我觉得应该是前一则更多一点 前一则更加稳妥嘛 后一则可能也有 嗯 但是因为我们正想 嗯 后一则能不能举出例子 嗯 后一则能不能举出例子 后一则举出例子 哈哈 因为你这个读的多嘛 对对对对 嗯 这 这是后来实现了的 还得还得要反叛式的 这个我 他真是一事 想不出来 哈哈哈 找到以后编到你的那些书里 嗯 是 对 因为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 嗯 然后下面就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如果当时的这个原理 大家认为是 这个科学的原理 嗯 它的解读是错的 嗯 啊 它的解读是错的 会出现什么问题 嗯 嗯 对 对啊 你比如说你今天讲这个主题 嗯 因为讲这个亲子的问题 对 没有 听你刚才讲下来的话 就是 嗯 包括之前 张老师的主题 也来过这个时候 啊 你看他来过 这个 就是亲子 它是基于基因啊 还是基于互动 嗯 亲子关系的这个 这个本质 嗯 嗯 或者它的由来 嗯 它是基于 这两个因素的 我个人认为 其实它都是生物 OK 对吧 但是 它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嗯 嗯 你觉得 从你看到的这个 这个 关于亲子的这个 这个 科幻来讲 那么 这个 这些作家们 他们对于 亲子关系的理解 它的起点 是基于基因吗 还是基于互动 嗯 我觉得 就是 这个 关键在于他们对于 亲子关系本身的理解 是基于基因 还是互动 就是说 有的作家他可能就是 认为这个基因这个东西 我我我理解就是说 父子基因相同 产生他们的情感 有的人会是 有的作家或者有创造者 会这么认为 会会会会会 拼向这样一点 但有的人他肯定说 认为这样一种 更多的在于 这样一种 互动关系 但是我觉得前者 其实在中国作家中 还是还是蛮多的 那你自己认为 我认为还是互动多一点 你认为 对 因为但是我们有一点是基因 就是说我们的情感 它是一种基因 基因的 就是说人们为什么会 爱自己的自己 或者说这种东西 它确实是有很多 生理上的因素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无需否认 这是基因 可能我有个误解 其实不是我 但是我还是很爱他 这个就其实不是 不能用基因来解释 但是有些人会 觉得有个神秘东西 比如说这基因相同 而就心灵感应 甚至比如说 母子之间 父子之间 刺杀很多年 一眼一看对眼了 然后这个基因就 起了神秘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不一定很大 那您觉得呢 我把问题抛了回去 这个还是吧 这个里面 其实涉及到一个 就是说 对生理系统 怎么解误 这个基因在生理系统里面 很蔓延什么样的角色 包括你讲待机的问题 等于之类的 方向来有那个同学提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的经历 妻子之间 就是母亲对子女的 这种掌控等等之类的 像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如果要是说 按照我对生理系统的解释 那么其实这些纠结 本来是不存在的 其实很多的纠结 是让人类的一些 对生理系统的误解 所衍生的 因为它前提是错误 所以它在生活中间遇到的问题 它用了一种错误的方式去警示 结果就跳了这个坑里出来 但是你从这个坑里出来的话 它也不是一个问题 您这个高屋建立 操作系统式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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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像这个问题 因为我在参加这个博物园活动 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做一点熟 所以当时我在博物园的这个项目里面 就写了一个专栏 所以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道理 就是我们对生理系统的这个理解上面 是有些偏差的 嗯 是 对 好 谢谢白老师精彩的这个指教还有这个点评 心理想是把我们的讨论的层次往上提了几个level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讨论科技还是讨论亲子 其实出来说去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古往今来 无论哲学家还是科学家们都在争论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究竟什么是生命 嗯 这个问题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其实是 我是一个无知 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 哈哈哈哈 起范了 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 有点深 究竟什么 这个 不好意思我这个装了一下 就是这个问题是 我只能说这是个开放性的问题 因为的确是一个特别特别 角度太多 就 觉得需要用另外一场活动来讨论 下一场就定了 好 我们今天时间其实超了有十分钟 其实今天讨论还是挺热烈的也很有成效 然后有的时候 哲学也好文学也好 我们都不是求一个标准答案是吧 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总是无趣的 我们总是在寻求这思想的可能性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讲座无论是宝树老师还是大家的这种互动都能体现出这样一种未来性和可能性的这样一种探索的感觉 这种态度 所以我们那个差不多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北京大学博古力研究中心的第19次博古力讲座 我们到此就顺利结束了 然后我们也用热烈的掌声 最后感谢宝树老师精彩的讲座 谢谢他 谢谢 谢谢各位 专家学者 谢谢白老师 谢谢各位同学的耐心聆听 谢谢 谢谢 наш 我们回看 我们的音乐 我们看 我们在前景 кос ومING 我们 我们的音乐 三 做有音乐 感谢观看